这位上神风尘仆仆 到天宫所为何事 我来探望天宫太子殿下 叶华君 请上神在这儿稍等 让我去洗吴宫通报 稍后见到白浅上神 什么都不准说 若是上神追问什么 就说本君这些日子 都忙于证悟了 是 这位小仙娥我略有印象 可是在太子殿下书房中当差的 你们君上她近日如何 现在在做什么 君上近日甚好 方同贪狼 巨门 连贞几位新军亦是弊 现下正在书房 候着上神的大驾 才丢了过万年的修为 今日便能稳当地 坐在书房中议试 恢复得也太快了些 不过如此看来 倒没什么大碍了 你来了 坐吧 这是什么 哥把时辰之前 用锥魂术进入西海水军大皇子的原神室 跑了个神 咳了两口小喜 我知道你照顾孟云心情 但也要多照顾着自己 若孟云醒来你却倒了 那不是本末倒置吗 你猜我在大皇子的原神里面看到了什么 这非常好的 需要宽子 你需要 估计 都需要 要mel Esteban 叫他 你的修为现在还剩下多少 好吧 是有这么专势 前阵子天君差我去东海 路过营州的时候 突然想起你要神志草 就顺道给你取了几只 至于你死头凶兽 模样不佳 若能再长得灵巧一点 或许能补一头 回来给你训养 无聊时可以逗个闷子 正好你闲的时候颇多 你这番话说得何其轻巧 我仍记得我阿爹 从营州回来的时候 周身伤痕累累 那丹药耗费了你多少年的修为 你托折颜送过来的时候 为什么要瞒着我 竟有这种事 折颜没跟你说那颗丹药 是我亲自炼制的 这种事 这种事果然不该交给他办 白白让他抢了我的功劳 你放心 我天生修为便比一般嫌高些 从前天君也度给我不少 我看你今天端茶倒水 一直都在用你的左手 你的右手 是不是应该动一动了 只怪我自己大意 去生枝草的时候 被桃雾那时候咬了一口 不过没什么大碍 妖王已经看过 将养隔把月就可以回复 叶华 我都活了这么久 自然晓得你是在鬼承 可我也晓得 你这一番鬼承 是为了安抚 既然是这样 那我就放心了 倩倩 我有什么能让你不放心的 倒是你自己 那位西海大皇子 刚服了弹药不久 他会有些反复 你却在这个时候上天 当心出差错 看他这强大的精神 大约也撑不了多久了 你说得对 那我就先走了 你好好养伤 你好好养伤 你这危险 让我issimo 我还要你 去走 你这里 军上 军上怎么下床呢 这颜上神说过 军上这身体需要好好静养 最好不要下窗总动